欢迎和感谢大家来到我的视频 喂,你看那个人不是小A电影明星吗? 他竟然背叛了家庭出轨了 是吗?那可太糟糕了 看他以后还怎么演电影呢? 这世界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刚才,我竟看到一个人在海滩上乱扔垃圾,气死我了 这么美的海滩,它竟然乱扔垃圾 太不像话了 我过去,给了他好一顿批评 以上的场景是日本的脑科学研究家 中野信子博士在他的这本题为 人为什么不原谅宽恕他人的梳理 技术的一种现象 信子博士把这种认为自己绝对正确 而认为他人的不谨慎的言语行动都不可饶恕的表现 定义为正义中毒 他在书中还指出 尤其是网络上的谩骂攻击 在匿名的情况下 不是对事,反而是对人的 因为有了这种正义感 觉得自己说什么都是正确的 正义的,给了自己攻击他人正义的理由 以致使这种正义中毒更是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人们往往对于集团内规则违反者 会有瞬间绝不饶恕的想法 即便是对家人 周围的亲友 但某些言或行 都会有超过事物本身必要性以上的 焦急和不能容忍的反应 这些也都是正义中毒的现象 因为当指责他人时 大脑的快乐中枢受到兴奋刺激 快乐物质多巴胺 大量分泌放出 身体会觉得很舒服 很快乐 然后大脑会为这样的快乐感 得到满足 还会存入记忆 再寻找看看 下一次是以正义制裁的机会 会落在谁的身上 大脑就是这样 一次又一次的兴奋 一次又一次的快乐素 大量分泌 一次又一次的得到快乐的满足 然而也一次又一次的正义 中毒 也正是因为正义中毒 导致我们不能原谅周围的人 要去指责 攻击 甚至霸凌 严重时到幸灾落祸 落井下石的程度 因为这种正义制裁 让大脑快乐无比 兴奋不已 获得了很舒服的感觉 其实这也是一种成义性 作为作者 中野信子 这是一名脑科学家 在他的书里也提出 正义中毒 在每个人都可能发生 是每个人难以避免的内心潜在 脑科学告诉我们 人类作为一个社会性的生物 大脑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本能 就是可以把背叛自己的异己分子 与社会集体规则 不相符的人 自动清除 人类正是在这种本能 日趋发达的过程中 生存延续下来的 大脑为什么会存在有这样的本能呢 那还要追溯到人类的生活习性 长期以来 人类只有靠集团性的狩猎和采集 而赖以生存 这样的自然延续下来的生活手段和方式 竟然持续了大约250万年 经历了漫长的250万年 大约在一万年前 才转为农耕的生活方式 相比250万年 而工业革命 而至今那是极其短暂 仅仅经历了区区250年 集团性狩猎和采集的时代 占了人类的历史中 大约99%以上 虽然这近250年中的技术革命和发展 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可是生活的进化 却是非常非常缓慢的 250年中我们感受到的社会变迁 似乎是很剧烈的 可是我们的大脑和数万年前的相比 并没有什么变化 信子博士还特意强调 这种正义中毒在日本社会更是容易发生 由于日本社会环境的特殊性 日本社会更重视集团的协力性 日本人更在意别人的眼神 因此也对异己者 集团规则违反者会更严格而缺少宽容 更容易看到异己的所谓的坏和罪恶 更容易去实施理所当然的正义制裁 理由是因为日本具有自然灾害多发的特性决定的 正如众所周知的 日本是一个高温多湿台风频繁通过的地区 再加上日本位于地壳基板的边界上 火山地震也频发 据统计 世界上每发生的六级以上的地震里 有大约20%是发生在日本的 所以这样的地理和自然处境 对社会集团性的形成要求自然是很强的 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威胁而生存 那对异己的非集团性的危险因素肯定是很难宽容的 虽然认识到了大脑的这种特殊本能 可以获得一时的快感 可是如果是对周围的人甚至亲人的愤怒和攻击 在这样的生活中 那肯定是不快乐 也不幸福的 那如何来改变和克服正义的中毒呢 把自己从憎恨中解救释放出来 而练就一个平稳 丰富的内心 学会 承认 接受他人的价值 成为一个心胸宽广 大气的 合理的 智慧 也理性的人呢 下面是克服正义中毒的三个方法 脑科学研究发现 大脑的前头液的功能 与改善正义中毒直接相关 那第一个方法 就是积极地去尝试新鲜的事物 增加新经验 而使大脑的前头液 受到新鲜事物的刺激 而有活力 而被活性化 比如说可以通过走些不熟悉的路 选择不同的店铺和食谱 主动不断地给予大脑各样的新鲜刺激 使大脑兴奋起来 提高活力 从而在工作中 学业上都有提高和建树 不让大脑在轻车熟路上 过早地衰退 这一点对防止正义中毒 也是十分重要的 这看似是一种不合理 可对大脑来说又是一种合理性 所以需要不断地寻找熟悉的 和新的挑战的事物之间的一个平衡 第二个方法是营造 有充裕的 有条不紊的生活方式 这一点对大脑的前头业的活力锻炼 是十分有必要的 可以试想 如果睡眠不足 比如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烦恼 充斥了大脑 大脑的活力自然会降低 所以给生活多一点充裕感 多一些休息的时间 是完全有必要的 可是一定的紧张感和生活中 时不时碰到一些困难 也确实是会提高大脑的活力 非常有帮助 亚克斯都德森法则是这个样子的 紧张度过低会出现抑郁低下 而过度的压力又会使身体出现不安 中等度是比较合适的 这是大脑里的肾上腺素的分泌所决定的 注意力 记忆力 生产性 都应在适当的紧张度下 分泌出适量的顺上腺素 而保有最佳状态 大脑也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活力 日常生活中 平衡平衡量的水平衡量 平衡量的水平衡量 平衡量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 其中尤其中的水平衡量的水平衡量的水平衡量 以上分享和介绍了日本的脑科学研究家 钟也信子的书 人为什么不原谅饶恕他人 希望我们可以共同从中受益 而活出更能够客观认识自己 俯瞰自己宽容和快乐的每一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分享给需要的人 也希望订阅和为我点赞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